歼17畫面上穿著水藍色連帽上衣的男子 拿著便當走向超商櫃台 甚至沒人注意的時候偷偷給店員一張紙條 店員打開紙條嚇了一大跳 原來上面寫著報警救我 我被綁架 事情發生在台中原來這名20歲徐姓男子 在去年的11月中加入一個詐騙集團 但想了一天後他馬上後悔 帶著詐騙集團的25萬元贓款逃到嘉義躲了起來 沒想到在18日的晚間 被詐騙集團的17歲秋姓少年 連同他的同伙一起抓到台中的山區毆打 還用香煙煙頭燙傷手來凝虐他 要求他交出拿走的45萬元 毆打完後還將他囚禁在市區的旅館 長達半天的時間 幸好他鄰機一動 趁著去超商買晚餐的時候 拿紙條向店員求救 隨後遠景接獲報案 巡線調閱監視器 終於救出這名徐姓男子 並且將這名辱人的17歲秋姓少年 以妨害自由詐欺傷害等罪嫌 移送少年法庭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 黃金我不嫌